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铺地鸡 好了底基就是这个样子 方方正正的 其实主要呢就是这一圈 就这么个形状 然后铺成四边围成这么一个圈就行 然后咱们找一个中心点 放上十二个方块 放好以后 从最上面数到第四个 2 3 4 好相伴延展两个 咱们做一个小圈圈 每一边做成这样行 咱们还是换成半转 咱们就敲定了 四边都是这样的 好的 上面这一块弄好了 正好天快黑了 太阳带一点点下路 一会儿你们看一下 我这个画面中有什么不一样啊 一定要仔细看啊 太阳已经看不见了 完全落下去了 天已经黑了 注意了啊 马上就来 看有没有人能观察到 看没看到 对 没错就是我们这个灯 如果没有人开 或者是一些其中开关什么的 它自己就亮了 想知道为什么吗 下一期 我做一个这个灯的视频 它们调亮点 还是继续做这个小喷泉吧 好第一层弄好 咱们从第一层向下属除到第三个 然后又半砖 向外延展三个 还是有个事不一样 四边都是这样 然后围移成一个小圈圈 两个 两个 然后这个角呢 向你走 然后两边再敲掉 四边都是相同的 四个角 四个角 最后一个 好可以了 这就是小喷泉的一个基本轮廓 这就是小喷泉的一个基本轮廓 下面呢咱们铺按灯 用银石 躺在下面 然后用半砖把它盖住 现在是白天 肯定看不到亮光 从晚上它就会发亮了 嗯 嗯 好了 下面呢咱们浇一桶水试试 看看 看看是不是 这 还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呀 简单 咱们把这儿给它封住一下 好 来继续倒水 哎 这就对了嘛 四边留 这时候我们把它这边敲掉 还不错 都向下留了 小喷泉就完成了 就是这个样子 下面咱们开始进行装饰 我这装饰就是这个样子了 你们可以用我的 或者你们也可以自己装饰一下 如果有好看的 记得告诉我 我也给你们学一下 大体就这样 再做一些细节 这砖头不让 不让种的玫瑰啊 咱们还得换个沙土 还要用的玫瑰 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 idea 要用所有的玫瑰 这小喷泉 就不是 一定不是 的 太大一 我 好像 用蓝色羊毛和海水,是不是有点冲突,不太明显 好,第二层,中花盆,哎,哎,中不下去啊,什么情况啊,这是,哦,我知道什么原因了, 大家等一下看啊 好了,我们的小喷泉做好了,怎么样,好看,而且还简单,不知道你们学会了没有啊,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了,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